大家好 我是毛罗 CBA常规赛当中出现了非常恶劣的犯规动作 上升到了肢体冲突的角度 但是裁判的判罚无法令同学们满意 这场比赛是广州队打南京同学昨天晚间的比赛 当时是陈英俊对这个南京同学队的王旭 可能是做出了一个口头的一个言语上的警告之后 王旭直接采取了报复行为 在陈英俊往前跑的过程当中 直接来了一记半马锁 把脚伸到了对手的两条腿之间 把陈英俊半倒在地 陈英俊自己摔摔的够呛 这样一个阴招下黑脚 很有可能会导致球员重伤 所以陈英俊爬起来之后 直接怼着王旭两个人开始争吵了起来 双方的球员都围了过来 差一点就大打出手 场面已经非常失控了 裁判也赶紧接入过来 从当时的曼景同回放来看 两个人实际上在前面一个回合当中 在篮下就已经起了一些肢体冲突 当时陈英俊可能认为 对手的防守动作比较大 然后指着王旭就这样指着他 然后做出一些口头上的批评和警告 结果王旭根本没来回事 反而怒火中烧 直接一脚 把陈英俊给绊倒在地 这个动作其实太大了 伤害性非常的明显 而且这个非常的恶劣 结果没有想到裁判 反而是板子高高举起 但是最终轻轻落下 判了王旭一个围体犯规 判了陈英俊一个技术犯规 老实说啊 这个从半镜头回放来看 怎么说都应该是一个 就是 怎么说都应该是 驱逐出场的球 你如果说这样的动作 你不去对他进行严厉惩罚的话 那他以后会认为 会默认为说我这样的动作呢 最多也就是一个围体 不至于被罚下 有的球迷你也上纲上线了 说这个王旭是从哪儿出来的 从北京首钢 北京首钢 在这个赛季已经变成了 中国蓝球的北京武术队 在比赛当中啊 这种争议犯规不断 特别是王晓辉 在赛季初啊 踢伤威姆斯 踢伤兰克林 倒在他脚下的精英拳 也不计其数了 但是 时候并不是特别多 而且在当时提倡威姆斯之后啊 方硕和贾小川 这两位北京首钢的 核心代表球员 都曾经公开的 跟广东这边掀起了骂战啊 而不是说 你说去管住一下自己本队的球员 然后 或者说去道歉啊等等 都没有看到这些 那大家难免会对北京首钢 在比赛当中 遭遇到裁判的这种照顾啊 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印象 所以呢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争议犯规 能够少一些 这个对球员 这个 像王旭的这个球员 是完全的冲着球去 不是冲着人去 而不是冲着球去的 这样的行为啊 发生在联盟当中 真的是不应该 像整个联盟都应该对他进行眼泪的出发 好 今天的观点就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不认同我的观点 请你们关注我跟我PK